今天教大家如何用手机快速剪辑视频 第一步导入素材 第二步导出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玩色分享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 哈喽各位好 欢迎来到玩色 我是哲鸿 相信很多朋友都会用手机去记录生活 但是可能会在视频剪辑这一关被困住 可谓是拍摄一时爽后期火战场 那随着各种AI算法的加注 一些手机剪辑软件也增加了一键剪辑的功能 那本期视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 具有一键剪辑功能的APP 大家也可以先把你们自己觉得好用的剪辑APP 分享在弹幕上 我看看大家都在用什么剪辑软件 那第一个推荐的APP是这个唱片 它简单到直接导入视频 系统就会自动给你匹配好合适的模板 如果模板不喜欢的话 还可以重新挑选 比如上次在路上的一些水手拍 拍完之后导入到传统的剪辑软件中 我又不想动它了 懒得剪 后来发现了这个唱片的一键剪辑功能 我就尝试把素材丢进去 没想到它恰恰匹配了 我所拍摄的素材内容 给我套了一个主题为微观的模板 自动剪辑出了一个还不错的片子 它只是发着微光 短暂的像一颗划过天际的流行 但在注视你的人眼里 这一瞬变成了永恒 甚至比更古不变的星辰更珍贵 怎么样还不错吧 神奇的是它能识别出每个视频片段中最精彩的部分 这是让我最意想不到的 我觉得这样的效果分享到朋友圈已经足够了 不会耗费太多的精力 也可以快速表达出我当时的心境 接下来分享的是这个叫做大片的APP 这个软件的特点是可以直接选择模板来套用 想起当时刚开始学习短视频的时候 在剪辑上还摸不清头脑 虽然当时拍的不怎么样 但是通过简单的模板一键剪辑出来的效果 还是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分享出去 现在这个软件在模板上有各种各样的风格 我们可以预览各个模板的视频样式 再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 根据提示导入拍好的素材 就可以毫不费力的生成一个还不错的视频 最后分享的是几个设备厂商 他们自己研发的APP 这里面有大疆的DJI Mimo 智云的JYKMe Insta360的Insta360 GoPro的Quick等等 没有他们家的产品也可以下载来使用 这几个应用基本都是根据他们自己产品的特点来制定的一些模板 所以我觉得是比较适合那些运动风格的视频 或者是一些比较慢节奏的风光视频 不过整体的风格效果还是比较简单和平凡 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啦 我只能带你们到门口了 最终还是需要你们自己走进去亲自体验 还有挖掘更多的功能 不过想要拍好一个不错的片子呢 前期的拍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们频道之前也出过很多关于手机拍视频的教程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到主页翻一翻 然后放心大胆的去拍 剩下的交给AI一键剪辑 好的那以上就是本期玩色分享的全部内容 那我们